這隻就很飽滿 這樣壓起來超硬的 這個裡面肉很多 抓螃蟹的河道啊 就在這裡,可以在地圖上找 現在啊 十月份 春季蘭的天氣啊 已經開始回暖了 所以這些泥蟹啊 活性比較高 會出來 比較容易出來蜜食 今天用的耳是我之前釣到了一些小魚 就拿來當耳 就可以不用買了,蠻省錢的 然後啊,這個地方我之前也有介紹過 在我之前的影片上啊 我在這裡抓了蠻多次的 然後也是一樣 從河上,從橋上 就把我們的網子 直接丟下去 然後明天再拿掛鉤出來收就好了 我們今天來收我們的網子 看看成果如何 那邊有幾個孩子在釣魚 好,那是我們的網子 浮球已經飄到那邊去了 然後現在我們就用我們自製的掛鉤 然後把那個浮球掛回來 這個掛鉤啊,製作很簡單 其實在奔林啊 那些材料店 你買個鉤子 用繩子 綁緊一點 或是上一點膠 上面再掛一個浮球 這個浮球啊 跟鉤子有一點點距離 主要就是要讓它 待會在飄的時候 下面的鉤子可以掛到浮球 下面浮球的繩子 就像這樣 因為有時候那個太遠 如果你沒有掛這個浮球 你直接拋 拋不中 所以 就 上面掛一個小浮球 然後這邊就直接放線 靠著水流 然後飄到你的浮球旁邊 把它勾回來 在橋上下網子 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要看掌退潮 因為有時候 掌退潮的方向 比如說掌潮是從對面進來 你的浮球 有可能會被飄到橋的底下 所以當你要來收就收不到 所以我們現在是退潮 潮水是順著這樣往外去 我們的球就可以 浮球就可以這樣飄下去勾回來 對 這個是一個要注意的重點 好 那當那個浮球已經飄過我們的 網子的那一顆浮球了以後 我們就 從另一個角度 慢慢的把它拉回來 當它靠近的時候 下面的勾子就會勾上那個線 像這樣就可以拉回來了 如果你使用這個方法 都可以避免到 很多不必要 比如說 有時候 有人會偷看你的網子啊 或是偷拿你的東西啊 你用這個方法 一般的普通人就 不太容易 偷拿了 就卡住 走 然後用這個方法 你在選擇下網子的地方 就有很多選擇 看到了 有三隻 有三隻泥蟹 但尺寸看起來都不夠大 不過我們現在只是試試水溫 因為天氣變暖了 所以我們只是來看螃蟹的活躍度高不高 兩個晚上抓了三隻還不錯 晚上有抓了三隻還不錯 抓螃蟹啊 就是抵住它的殼 一定要從它的後面 你不可以從正面下去 你從正面下去一定會被夾到 要從後面出手 把它壓固定了以後 你只要把它壓著 它都起不來 然後你看它的後面兩隻腳 你的手啊 就直接抓住它兩根腳就好了 這裡這樣扣住 就夾不到了 這是工的 尺寸都算不錯啦 不過這個還差 差個兩公分 或是一公分多 就才合格 還有一個檢查 那個螃蟹啊 如果你抓起來 你摸它的肚子 這個殼 如果它是感覺到很薄 然後你這樣壓 是可以壓得進去的 那種螃蟹 不管再大 你就把它丟回去 因為它裡面是沒有肉的 它是水蟹 那個殼很薄 裡面是空殼的 所以你抓回家也沒用 這一隻就很飽滿 這樣壓起來超硬的 這個裡面肉很多 OK 把它放回去 這隻的殼 這隻也很硬 這隻 獨臂了 每一隻這個季節現在都很 殼都很硬 肉都很多 這個正在掌心的觸手 這可能是打架斷手了 OK 那我們就把這個收了 然後 下次再過來